大家好,又回来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甄别师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大家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静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亦希望你留下善意的留言 好了,今节我们就说一下被西方捧为两大代替中国的国家 一个就是印度,另一个就是越南 越南的确确经济是有高速增长的 不过日本媒体《日经》就不多看好他们 也算理智的,跟我们之前说的差不多 原本以为稳定是越南国内的优势 现在也有些动摇 那么作为越南共产党二号人物呢? 记得之前我们不是说被人换了吗? 其实他们党主席是发生了更调的 曾经担任越共中央书记处上委书记的 武民上就升任为越南的国家主席 武民上在16个政治局委员当中最年轻的 亦都被认为与越南最高领导人 远负重关系最近的 但是大家对于他很担心 因为武生有西梅就觉得 他会加强对经济的监管 即是没有以前那么自由 另外更加需要担心的是什么呢? 就是越南的结构性问题 结构性问题就与中国有关系了 我们看看数字 原来越南这几年的GDP 真的很亮丽 本身的势头挺好的 近年GDP每年保持7% 7%的增速 即使在新冠之下都守住了3% 2022年更加创下8% 是25年来最高水平 今年IMN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预测 越南增速是会达到6.2% 这个也挺厉害的 越南今年会有6.2% 其实 你知不知 这个是东南亚第一的 是的 厉害的 所以 大家都觉得不错 不敢 留心下越南的经济结构 或者贸易结构 你知不知原来 分析下越南的贸易结构 你就会发现一个特点 全部都有中国首映 嗯 中国是占越南 应该是中国占越南进口的33% 美国占越南出口的30% 越南为什么有中国首映呢 原来越南 跟我们之前说的 很多的原材料 和基本的零部件 机器 是由中国进口的 嗯 即是 你如果中国断了这些 出口到你的东西 其实你就出口不到东西去美国的 那越南呢 从中国买入的 其实应该叫做中间产品 他们就负责组装 之后再 将最终的产品买到美国盈利 这个就是越南的经济增长模式 但是 其实都是逃不离中国的影子 因为你很多东西 其实可能是写着Made in Vietnam 但是 或许大部分的零部件 一些很基本的东西 就是来自中国的 其实你看到一样东西 也另外看到一样东西 你中国出口东西去越南 可能最终 都是卖到美国的 只不过隔了越南这一层 不过你看看又是 合理的 因为中间那层组装 人工便宜 当然越南的 这个领导人 亦是令日本人很担心的 其他西方也担心过 其他西方也担心过 2023年初 被逼中途辞职的前 越南国家主席 我们也做过节节目 不过多合一 也是远生的 你知道他们很多人是远 远春福先生 68岁 是积极地推动越南参与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即是TPP 之后就叫做CPTPP 这是越南的一个改革开放推行者 他担任总理期间 即是2020到2021年 越南发生了 记得吗? 那些事劑 以及将一些 越南的乔包 那些包机 就有一些贪腐 已经落马了 他自己就没事 其实他自己 应该是引咎辞职 但是他的手下 那些部长就麻烦了 他的监管职责 就受到问责 令人担心的是 越共的中央部门 和地方政府萎缩 越南有一条罪 很特殊 就是 防害国家财产罪 这个独特的刑事处罚 如果 基础设施 业务等等出现 遇上 不到的损失 就会被 试作 港义的独职 而会被 追究责任 虽然 这些案件的案例是很零声 不过 罚一警白 令到 很多人就担心 会不会之后那些 比较 是支持改革 开放的官员 会不会很容易被人 拉下马 现在西方企业就担心 这个 佛一警白 真的有寒蟬效应 西方就担心 会进一步 加剧决策的延迟 有些东西批得慢 他们建厂 或者 一些项目做得慢 其实西方就担心 迅速增长的势头就没有了 而且你也会发现 2021年 越南的贸易依赖度 是230% 也挺厉害的 其实它 对于贸易的意大利 是仅次于香港和新加坡 即是很对外的一个国家 在去年贸易收支实现 124亿美元的顺差 当然这个数据和中国比 都是差很大截 当然你们要说到 一定很快代替中国 是否没有机会 不是 但是暂时应该时间也挺长 因为中国也用了几十年时间 当然也有很多的教训 很多的付出代价 后面来的人 应该这样说 对于其他的探索 可能是没有那么多代价付出 因为始终 你早出来做的人 事实上什么都不知道 是难一点的 摸着石头过河 越南在经济开放方面 一直都是想追赶中国的 这是现实的 大家都想 他们也是 效仿中国的改革开放 它叫代脉 应该这样读 经济改革 就在1986年开始 2007年 就加入WTO 世贸组织 比中国 迟了 几年 十年之内 不过他们也是为了 追 一追再追 因为时间始终迟了 极推动自由贸易协议 已经有15个是生效的了 和18个国家相比 其实他们都算是快的 亦都喜欢推动自贸协议 中国的自贸协议更加多 因为中国很多其他的 在非洲 阿非拉美很多国家 帮他们有签 越南更加积极地和欧盟等等 自由化经济体 要签自贸协议 当然欧盟的要求很苛刻 没那么快 由于美国退出TPP 越南未能享受到 对美国出口的 关税降低的好处 但是 他们因为有很多的自贸协议 是帮助到外资 外资当然会去越南 14年 在对内直接投资额 和18年的出口额上 其实越南是超过了 东南亚的工厂 就是泰国 可以说是一个相当好成功 尤其以前泰国也做很多东西 现在也是 但是越南更加快 作为中美对立 和疫情之下的一个红利 其实越南在电子 和电子设备 纺绍等等 其实都是承接了 很多中国的东西 不过刚才我们说的 原来也是得益于中国生产的中间品 即是他们生产一些零部件 或者是其他的初级产品 就是加工 没错 由于地理位置 为什么选越南 它近中国 所以运费便宜 而且人工亦便宜 所以北京以间 借助着中国的日出 是获得经济增长 即是spoil over spoil over 越南政府担心的是 工业化持续到什么时候 如果人工费用 好像中国那样持续上升 但是这个是趋势来没办法 一定的 是的 组装行业的 他们都很老实 是组装行业 他们知道是拿中国的东西组装 的优势在十年内会消失 如果中间产品不能一定程度上 是实现本土化生产 之后会更加困难 因为人工肯定会上升 以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即是美国 作为他们最终的出口对象 其实亚太三国也曾经出现过 在哪里呢 亚太三国就是四小龙的其中三个 其中两个和一个是大国 亚太三国有韩国 台湾地区和香港 因为香港的经济已经很 其实当时也差不多 刚才我有一些要更详 是亚太三国就是这三个地方 那他们呢 都是 那时候就不是从中国大陆 是进口中间品的 是从日本 最终都是出口到美国的 那后来呢 日本呢 就被中国大陆取代了 那当然啦 香港 韩国和台湾呢 那其实 香港更加早 那些东西就去了大陆 之后 大陆现在的东西就去了越南 所以最终都是被越南取代了 那这个呢 是来自日本专修大学的教授 池布亮讲的 那他就说 尤其是 因为香港后来有金融 但是 对于南韩和台湾 后来实现了工业化 发展为中间产品的出口地 挤身发达地区的行列 那半导体就是其中一个象征 那香港就是金融 那另外呢 之后加入的包括 马来西亚和泰国的中间品 明显是依赖进口的 那都是中国来的 但是呢 泰国和马来西亚都陷入了中等收入国家陷阱 那越南究竟是 何虚何重呢 那一位越南籍的教授 是来自祖道田大学的 那叫Chang Fan Foon 那叫Chang 即是陈生 就说 由于现在中美是对立 供应链卖向多元化 那对于越南来说是个机会 需要通过加强国内民营企业 推动人财培养 和进行有效的取写 还有定位才行 那还有呢 现在 阮富仲 作为国家领导人 就是推动反腐窗帘 不过都需要提高透明度 但是 越南应该 是没有时间 搞太多反腐 加强管治 因为经济改革 他的意思呢 其实这个教授 都是好事 因为他知道 因为他是越南人 有时候 一些国家的发展进程当中 是不是蒙古佬经常说 水清则无鱼 水自清 水自清则无鱼 其实这位教授 他的意思就是这样 你搞太多的话 那些就发展不上你 但是到了某个程度 他是搞的 是要搞的 但是 初级程度 如果你说 干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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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觉得 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搞得干干干干干 那你又很难 发展中国家一定经过 一定经过这样 这个是轨迹来的 你看回全部西方国家的发展轨迹 也是这样的 包括 之前香港也有 什么香港性 就有ICAC就是割拍的事件 其实每个地方他都经过这样的 当然我不是说对 但是历史的轨迹看上来 就应该是那条路是这样的 是吧 好 今次节目时间到此 多谢各位 再见 再见